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咱们继续学习Java 今天的标题是 大家请看 定时处理 这是一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什么叫定时处理呢 比如说咱们有一个系统的操作 这个操作呢 可能咱们想让它每隔三分钟 每隔五分钟 或是每隔一小时 执行一次 这个叫做定时处理 那咱们看看Java中 是如何实现定时处理的 首先说咱们的知识点 有两个类 一个叫做Timer 定时器 计时器 另外叫做TimerTask 就是说我每在一个定时器的循环当中 要做什么工作 要做什么任务 叫做TimerTask 这两个类进行配合 就完成咱们的定时处理 好咱们看一下今天的例子 现在例子应该也不难 大家请看 我这首先有一个 简单日期的格式化的对象 这个不用管 因为一会我要输出日期时间 所以说 声明这么一个格式化的对象 咱们看今天的重点 就是这个地方 我定义了一个TimerTask 就换句话说 我定时器的任务 大家请看 我有一个线上类 然后定义我的一个TimerClass 然后扩展谁 扩展TimerClass 这个抽象类 它是个抽象类 它本身不能够被实力化 只能够被人去继承 然后咱们在这个抽象类的里面 做什么工作 大家请看 覆盖 或者说实现一个RUN的方法 在这个方法里面 做什么 做咱们每次循环的具体的业务的内容 比如说 侦测一下数据库 有没有这个思索 侦测一下这个Log 有没有写Log 等等的处理吧 在这个里面去做 其实这个RUN方法是什么 是这个TimerTask 它实现了一个叫做Renable的一个接口 其实这个RUN不是这个TimerTask的工作 是它实现的那个Renable接口里面 给咱提供的方法 但是咱们也必须要实现 好 那么咱们做完咱们自己的TimerTask 计时任务 那咱们该怎么用呢 大家请看 首先我先声明一个计时器的对象 或者叫做变量 没问题吧 Timer 然后大家请看 我Timer.Schedule Schedule什么 循环日制日程就要做了 怎么做 这Schedule里面有两个参数 第一个参数 有三个参数 不好意思 第一个参数 就是咱们这个TimerTask 自己定义这个类 在这个地方实际化一下 告诉它就可以 你说为什么我没有写什么点转什么呢 不用 因为咱们实现了Renable接口 它Timer里面会自动给咱调用 所以说不用担心 咱们只要传入一个 实现Renable接口的函数 应该就可以 但是不行 咱们等下是继承TimerTask才可以 好 后面还有两个参数 什么意思 一千什么意思 毫秒 就是说咱们要执行 MyTimerTask这个任务之前 先等一秒 一千毫秒不是一秒吗 对不对 就说我先等一秒钟 然后再执行这个TimerTask的任务 执行完之后干嘛 休息三秒 间隔三秒 都可以 然后再执行 再间隔三秒 再执行 这样的话会循环在这执行 比如说我想一小时 那么没关系 乘吧 用一千 一千是一秒 然后乘六十 是一分钟 再乘六十 一小时 对不对 这地方咱可以 一乘 来算出来 咱们想间隔多长时间 是没有问题的 这样的话 我现在这个例子就是说 一上来 我先停一秒 先歇一秒 然后执行咱们的MyTimerTask这个类 就这个run里面的方法 然后我休息三秒 再执行 然后每次我执行这个内容的时候 我都要输出一个当前的系统日期 我就想看什么 看我是不是每隔三秒钟执行一次 所以我这要输一个系统日时 好 这就是今天咱们代码 咱马上运行一下 看一下实际的效果 这个计时处理 在咱们实际工作中 其实是用的很多 我这个需要把这个类引入进来 还好这个Intelligence 也给它提供了非常简单的 引入类的方法 这地方大家请注意一下 这个地方咱们要引入这个 Data类 日期类 其实在诈法中 日期类 在这个UTRL和SQL数据库中都有 这个不要选座 不要选这个SQL了 选这个UTRL的 实用库里面的日期类 好 就这么一个小读好 然后Timer没说的 引入 这个肯定也是UTRL实用类 好 咱们马上运行看效果 咱们先别运行 我先说一下 大家请看这个地方 Delay 1000毫秒 什么 我耽搁一秒钟 耽搁1000毫秒钟才执行 这个呢 Perior的 什么我周期 我每隔多长时间 就要运行一次 每隔三秒 好 咱们试试 go 怕您忘记 就给您解释一遍 等一秒钟开始 然后注意看 17秒 20秒 接下来23秒 又执行一遍 接下来26秒 再执行一遍 OK 接下来29秒 再执行一遍 OK 接下来32秒 再执行一遍 没问题吧 这个程序只要不出错 它就会永远执行下去 而且每个三秒钟 这个就完成咱们系统中一些个规定的定时的任务 对不对 非常的方便 像在我的实验过程中 这个编码过程中 我怎么用它呢 因为我比如像我们公司现在有一个什么逻辑呢 就是说 客户端 这个 后台管理工具 它呢 在做某些业务的时候呢 需要发邮件 它会把这个邮件生成一个邮件 送邮件的文件 比如说这个 发给谁 让标题怎么写 内容该是什么 署名该是什么 它写完之后呢 会把它upload到我这个服务器上来 那我这java程序呢 就每隔一分钟去监视一下那个follower 发现有文件 我就送 没文件我就歇着 我这个java就是负责这个功能啊 监测有文件 打开读写 发邮件 这个东西呢 需要每一分钟去监测一下那个文件夹 为什么有这种机制 因为每个系统设计不一样吗 这样我便于多人一起 发邮件 我统一管理 这是另外的业务的话题咯 好 以上呢 就是今天我给您讲解的 关于java定时处理的部分 不知道您听了没有啊 应该不是很难 而且呢 咱们一有中呢 确实经常常用 所以说呢 把这个作为一个课题 推荐给您 好 今天的代码呢 我会放到开源中的服务器 今天的视频呢 会传到YouTubeYou酷呢 供您观看 推荐您使用YouTube高清观看 好 那这个视频就给您 分享到这里吧 咱们下期再见咯 拜拜 by bwd6 感谢观看